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太福音16章18节 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一块转动的石头 彼得不是教会建立在其上的那个盆石 在他发奏起誓不承认主的时候 阴间的拳柄确实已经胜过了他 教会是要建立在一位阴间的拳柄 所不能胜过的主身上 旧主降世前一千多年 摩西已经指出以色列人救恩的盆石 诗人大为歌颂我力量的盆石 以赛亚也写道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我在石庵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防角石 生命记三十二章四节 诗篇六十二篇七节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 彼得自己在受圣灵感动的写书的时候 引来了一段预言用在耶稣身上 他说 你们约上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上帝所揀选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 给得前书二章三到五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 耶稣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 基督在上帝和天上的株灵 以及见不到的阴间众灵面前 将他的教会 建造在活的盘石上 那个盘石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就是为我们压伤舍弃的身体 建造在在这个根基上的教会 是阴间的拳柄不能够升过的 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日的教会显得多么脆弱 信徒寥寥无几 并有魔鬼和恶人的势力 向他们猛烈攻击 但基督的门徒 无需具怕 他们的力量既是造在盘石上 他们就不可能被推翻 六千多年来 上帝的子民的信仰 是建立在基督身上 六千年来 撒旦 稳怒的狂徒 和风暴不住地 冲击我们救恩的盘石 这个盘石却是预纳不动 彼得已经说明教会信仰基础的真理 于是耶稣就颇掌 他为全体信徒的代表 历代原文413页 深入思考 在帮助基督维持 和保护他的教会方面 我扮演什么角色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明天继续收听